那麼我們先講一下 什麼時候呢 這個要有量 什麼時候要沒有量 當時呢 我辦了一場演講 沒有一場演講人數還OK 那麼當時我那個就在 用了一副隊伍 叫做呢 大家看的是 要用量來支撐指數 因為我看的是什麼 它沒有量 所以它還好 輕輕鬆鬆就可以往上拉 歡迎收看金錢戰隊 每次用最短時間檢討今天 全進明天 讓你的存款數字 跟手機號碼一樣長 我是大K曾晃文 今天再度請教到我們這個 華人圈最紅的分音師 永年副總 副總好 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副總這一系列呢 現在呢 我發覺有一個東西 還滿有趣的 永年副總 在你的簡歷裡面 我第一次注意到 你的操盤心法 我跟一般人不一樣 一般人說 這跟著法人走 財富自然有 是 你的操盤心法 是領先法人一步 才能成為股市人家 那怎麼樣領先法人 講很容易啊 我們這樣子講 你都是跟著法人走的話 對不對 財富自然有啊 外資買我就買 投信買我就買 不是這樣嗎 一般人都這樣啊 這變成怎麼樣 人家外資買了 對不對 然後你再去買 我幫他抬交 然後等他出了 你才出 永遠都賣他一步 對啊 對不對 你這樣突破盲腸了 是不是 那要如何領先法人 就是你要了解法人 對不對 你要了解法人以後 你才能領先他一步 那要了解法人方法要很多 我們先從最基本 最重要的 量價關係 是的 對 因為有量才有價 那通常有量的股票裡面 裡面一定充滿了法人 充滿了主力 對 所以我們最早 這個一定要先從量價關係 來學好 學滿之後呢 你才慢慢如何領先法人 對 到底什麼叫量價關係 量價關係呢 其實股市 我們股票市場 是有什麼組成的 我們把人排除在外 因為人是最沒有用的 這樣講起來怪怪的 對啊 講到自己 對啊 怪怪的 好 那麼 把人排除在外的話 剩下什麼 剩下資金跟籌碼 資金跟籌碼 就資金跟股票嘛 對不對 資金很多的時候呢 這個股票自然就被推上去了 對 對不對 資金少的時候股票就跌下來了 是 就是這樣子 喔 叫水能載舟易能復舟 就用在這裡 就剛剛好 所以股票的價格是由籌碼和資金的 對應關係所形成的 對 對不對 這個好高大上的感覺 沒有錯 這個我們台灣人在教學的時候 都要顯得自己很有學問的樣子 就講一堆大家聽不懂的話 那麼我們用白話文來講的話 就是呢 股票 什麼叫股票 股票的價格是什麼形成的 就是跟資金跟籌碼的 相對應的關係形成的 資金多股價就漲 資金少股票就跌 就是這樣子 這樣大家聽得懂了吧 一定聽得懂 最基本的量價關係 對 那常有人講說 這個量價要配合 或是量價萬一背離 唉唷 這個就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什麼叫量價配合 OK 那量價值 我看你的直播也常常講 這檔股票量價配合不錯 所以應該還有高點 但這檔股票量價背離 可能喔 這個短線 可能有拉回的疑慮 對 沒有錯 那麼什麼叫量價配合 很簡單 一個呢叫做價漲量增 就是價跟量都上來了 對 對不對 這個叫配合 那價跟量統統一起跌了 這也叫配合 對啊 對不對 往上也是價漲量 價漲量增 對 往下呢 價跌量縮 對 對 這個叫量價配合 是 那我們先分成兩種 先講多頭格局的量價格局 對 那資金很多 然後籌碼呢 換手很積極 什麼叫籌碼換手很積極呢 就是呢 他今天資金 一股資金衝進來了 像譬如說我們台灣的股市 這個資金衝進來了 然後呢 這個股價就上漲 股價上漲 可是呢 他成交量會一直放大 為什麼一直放大呢 因為很多人要賣 對 更多人要買 那這個量呢就會放大 所以積極換手 但是呢 買盤意願一直都很強 對 買盤的意願呢 又比這個賣的意願強 那為什麼這個買盤的意願會很強呢 因為錢多嘛 是 資金多 所以呢大家錢很多的時候就會手癢 手癢就會想要買股票 對不對 買了股票呢 他就上去了 所以這個就是呢 他推升股價上漲 所以形成一個什麼情況 價漲量增的情況 價漲量增的多頭格局 對 他是屬於一個多頭格局 對 可是反過來講呢 當然資金不多 那籌碼換手也很消極 什麼叫換手消極 就是 賣他也不太願意賣 買也不太想買 那結果呢 他是怎麼樣 股價就下跌了 對 但是你認為這還是屬於多頭格局 還是屬於多頭格局 為什麼 因為價跌量縮 表示什麼樣 賣壓不重 賣壓不重 所以呢 他這都是屬於一個量價配合的格局 那我等一下再講量價背禮的話 你就會更了解 什麼叫量 為什麼是量價配合 所以多頭格局裡面有正常的價漲量增 對 那如果拉回來的時候 價跌量縮 基本上這還算是多頭格局 對沒有錯 那空頭格局裡面呢 空頭格局呢就比較麻煩 資金少 可是籌碼換手很積極 然後呢股價上漲 股價上漲 那麼形成一個什麼 價漲量縮的一個格局 價格上漲 但是量能卻是萎縮 縮掉了 對 這個雖然是表示呢 賣壓不重 可是呢也表示什麼 多頭其實沒什麼錢 有點在玩虛的 你知道嗎 好像在騙人一樣 空心大老觀的那種情況 那所以呢形成一個價漲量縮 所以他的資金其實並不多 對 他用氣勢取勝 所以會變怎麼樣 會變成資金水位只有這麼高 可是呢他的股價漲到這裡來 對 中間是空的 我相信有人會想要問一個問題 那價跟量 哪個比較重要 OK 都重要 都重要 我剛剛聽聽好像價 那個量比價稍微重要一點點 一般人都講說量先價行 價行 對不對 量先價行 可是呢 有的時候會價先量行 兩種可能都有 兩種可能都會有 尤其在台灣 我跟你說 我們生活在台灣 真的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投資人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的股市 所有在教科書上 還有在幻想之中 會出現的這一些的情況 在台灣都會出現 在台股都會發生 都有發生 所有教科書上的 在美國都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台灣都找得到案例 台灣都找得到案例 這太有趣了 非常有意思 OK 好 然後呢 再過來一個是屬於 資金很多 對 籌碼 可是籌碼換手很消極 對不對 那股價呢 開始下跌 這個叫 價跌量增 這個屬於空投走勢 價跌量增表示什麼 賣壓太積極了 賣壓太積極 所以呢 它變成一個空投的走勢 所以我們小編應該把這個變色 你知道嗎 比如說多頭格局就是 價漲量增 對 價跌量增 空投格局呢 叫做 價漲量增 價跌量增 這是一個基本的二分法的概念 對 沒有錯 副總花了很多時間幫大家解釋一下 是的 那如果再稍微進入一點點難度的話 有人說 換手量啊 還是出貨量啊 對啊 因為都是量嘛對不對 對 就是出量的時候 出量的時候 它到底是多頭的出量還是空頭的出量 對 對啊 這個時候呢 就要用這個 這個用經驗來判斷 而且呢要時間來判斷 什麼叫經驗跟時間呢 除了我們就有時候看說 在這個位置出量不太對 我要看股價的位階是不是 然後在這個位置呢 這個沒有量 它是對的 好難喔 對 這個就靠經驗 是 那靠經驗 那可是呢 真正所謂出貨量換手量 你要當天就判定的話 這個 有困難 有困難度 有困難度 要等多久 大概一天到三天 就是那一根大量出現之後 到底它是換手量 對 還是出貨量 要再等 大概要等一天到三天 才能判斷出來 對 等一天到三天 OK 那我們先講一下 什麼時候呢 這個要有量 什麼時候要沒有量 其實呢大家都認為說 量先價行 所以要先有量出來 這個指數才能上去 對不對 可是呢 在2016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小英總統剛剛當選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我們的加權指數 大概是在9000點左右 可是它的 每天的平均成交量 這個量只有多少你知道嗎 多少 670億 這麼低啊 那當時呢 所有的有經驗的投資人都說 哇 這麼小的量 怎麼撐得住這個指數 對不對 所以這個指數呢 因為我們的算法 有一般的這種 就是用統計式的算法 600多億的量 指數應該在6000點 因為600多億的量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低量 對啊 低量怎麼可能撐高價 怎麼撐得住呢 對不對 可是呢 當時呢 我辦了一場演講 嗯 那一場演講 人數還OK 大概700多個人 哇 這麼多人 對 那麼呢 當時我那個就在 弄了一副對聯 叫做呢 無量上青天 萬點不是夢 這句話就你發明的 無量上青天 萬點不是夢 剛好是小地方 終於見到本人了 原來就是你啊 對啊 OK 所以我當時的講法是說 因為沒有量 嗯 所以沒有壓力 是 大家看的是 要用量來支撐指數 嗯 我看的是什麼 它沒有量 所以它才好 輕輕鬆鬆就可以往上拉 對 所以你看喔 我看量的方向 是跟一般人的看法是相反 剛好不一樣 反過來 對 一般人就是看 哇沒有資金怎麼 沒有量怎麼撐得住 一般人覺得沒有量 就不會有價 對 一般人就這樣想 對不對 那可是呢 我為什麼會反著看 因為呢 大家是用散戶的思維 去看量價關係 嗯 我用的是主力的思維 去看量價關係 因為你當過主力嗎 有不小心 在二十幾年 理解主力就對了 對 是 朋友很多啦 對 我朋友在操作的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量 非常的重要啦 但是不能說沒有量就是 就是不好 對 不一定 要看時候 要看那個時候的籌碼乾不乾淨 那我看那個時候呢 我是看籌碼非常的乾淨 因為散戶都已經退場 都出場了 所以籌碼非常乾淨 不需要有量 就拉上去了 是 所以不一定 是什麼時候是需要量 不一定什麼時候是不要有量 那以現在的情況來講 需要有量 現在的台股需要有量 對 需要有量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的內資在賣股票 就你所知 對 在賣股票 所以你一定要有足夠的量 把這些的賣壓消化掉 再扛上去 對 才能跟上去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是題外話 副總認為最近的台北股市 量能要再大一點 對 才有機會化解危機 對 才有辦法把這個指數拉上去 這一張圖呢 我們直接告訴大家 什麼叫出貨量 什麼叫換手量 其實在這張圖呢 是7月28號 這就是今年的啊 今年的啊 7月28號我們這個最高點 來到13031的那一天 台股歷史新高 對不對 當天呢它的成交量 是創下歷史的最大量 有史以來最大量 沒有想到隔了17天之後 又刷新記錄 成交量更大 那麼這一天呢 13031的這一天 出現了這個大量之後 這個我們叫天量 有史以來最大量叫天量 出現天量以後 它是開高走低 一根黑黑 對 一般人會說這應該是 出貨量 這應該是出貨量 可是你剛剛說 第一 當天沒辦法判斷對不對 對 要等個兩三天 沒錯 大家看一下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三天之內 它都沒有辦法把這一根黑黑棒 吃掉 所以 它叫做出貨量 就叫出貨量 就弱勢了嘛 所以它後來雖然是反彈 差一點點 就是過不去 就是過不去 因為當時你就斷定這次出貨量 對 因為三天之內沒有過高 對 沒有過高 所以拉起來都是賣股票 OK 可是跌到這一天的時候 又來個大量 又來個歷史的天量 又創歷史天量 大家嚇死了 想說這一次之後 隔了17天 又來一根歷史天量 大家想完蛋了 這個盤一定要跌死 會不會又是出貨量 對 到底出貨量還換手量 不知道 那個時候大家都認為是出貨量 這個回顧歷史 我們跟大家講 那個時候大家都看出貨量 市場的氛圍是很偏空 對 都看出貨量 可是呢大家有沒有看到 一天 兩天 三天 過高了 它把這一根黑黑棒 完全吃掉了 所以這個就變成換手量 而且它是用相對小量 注意看 我正想問你 對不對 先講這裡 這邊呢 他說這量 縮掉 這邊量也縮掉 對 所以這邊量縮沒有供過去 應該的嘛 對不對 心虛 心虛嘛 這邊過高 沒有量 這麼小的量 比這邊還要小 它竟然呢 能夠過高 為什麼 因為它是換手量 它不是出貨量 是 它是換到誰手上 換到法人手上 換到大法人手上 所以呢 這個都變成 籌碼變得非常的乾淨 是散戶在賣 法人在接 是 那它籌碼變得非常乾淨 所以它不需要什麼量 就過了 可是它換手量之後 其實它也還沒有再過高 也沒有再過高 也沒有再過高 沒有再過高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這是個出貨量 對 這根出貨量 它還是壓在上面 是 所以我才講說 你要過13031 這一次13031要過 一定要出量 才能過得去 所以這一天出貨量出來 你知道這邊會是 很明確的壓力 對 那這邊是個換手量 你會知道這邊 是一個很明確的支撐 支撐 所以後來這段打下來 對 因為都沒有爆更大量 沒錯 所以這邊反而就是個支撐 就變成 就變成一個區間震盪盤 對 所以上有鍋蓋 下有鐵板 對 它變成一個區間震盪盤 所以呢 到目前 到了這個 到10月底為止呢 到10月底為止的時候 其實它都一直在這個區間震盪 對 現在等什麼 等美國總統大選選完 對 因為大家不敢動 有沒有看到10月 10月這個成交量 哇 那成交量平均日均量 才1800億左右 都掉到5日均量以下 對 才這個量非常小 那所以呢 它一直攻不過去 所以它在等什麼 等成交量 是 當時就在等成交量 成交量一出來 就準備開始往上攻 成交量一定要等那個 美國總統選舉過後 對 大家表態之後 對 那量人才會出來 沒有錯 那個時候才有辦法攻上去 對 那我偷偷問一下 你既然放RSI RSI現在在哪裡 在50 附近 在50之上 在59 60這個附近 在這張圖上呢 到10月26日為止 它的呢 這個 這個 這個RSI呢 是在差不多60左右 那它是在什麼地方 在一個溫水區 溫水區 溫水區是最好的地方 怎麼說 因為 因為溫水嘛 對不對 溫帶 這個農作物啊都會很繁榮 對不對 就是種得很好 所以呢 是有利於多頭的 有利於多頭 對 除非在50以下 那50以下 就有點冷了 就有點寒帶了 接近寒帶 那就對多頭比較不利了 好這個永年副總今天教大家 這很重要 我覺得出貨量跟換手量 多聽過 就沒想到只要 多等兩天或三天 是 有過高跟沒過高 差別就在這裡 對 所以個股也可以用這個方式來看 好 非常謝謝永年副總今天帶來這個 量價關係 如何讓你辨別 什麼叫出貨量跟換手量 是的 今天的金錢戰隊到這邊 大家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同時開啟小鈴鐺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